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出80年代中正商圈的繁花景象 是我們UY街的地方的算是最代表性 那時候 最近有10萬人 那時候 24小時候 人家在說那是3次 對一次 我跟大家報告就是 我們整天都一次了 今年因為海岸路拓寬的黑暗時期 以及商業發展地區逐漸分散開來 使得中正商圈人潮不在 榮景也大步如前 京八局企圖將國華街塑造成 觀光文化的新品牌 退於中西區國華街首批假日行人徒步區 希望能夠帶給周邊更多的消費人潮 我們預計就是國華塑布區的部分 預計辦理三個月 那三個月我們大概兩個半月 會再做一個調查 然後再看看之後來看檢討 是不是有什麼地方要改善的 或是要繼續辦理 那些店家也有給我們的一些建議 我們也會來做一個修正 商圈塑布區將會帶來更友善的購物環境 多數消費者都持同一票 然而周邊店家的反應卻是良機 部分店家認為商圈塑布區 將會帶來更多的人潮 但是不支持的店家則是認為 風階將會導致生意變得更差 而國華商圈理事長是這麼認為 市長很努力在推行台南第一條的 第一條的塑布區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是 他在進行塑布區的過程中 沒有讓地方的單位參加 及整個計畫的參與 包括區公司包括商圈 通通是沒有參與到的 包括他的整體活動規劃裡面 也都是草草了事 那商圈的試辦期是三個月 我們看不到商圈塑布區的未來 那連觀光局文化局都沒有參與 我不知道市府在辦這個塑布區為的是什麼 逐漸末路的中正商圈走過風華歲月 從前的黃金店面紛紛拉下鐵門大探生意難做 景村老店即將失傳的記憶該如何足如新寫 並且結合在地特色 使得新舊文化共存 讓這歷史歲月佔有一席之力的老商圈 再度活絡起來值得審思 記者黃教員 尼佑孫 台南報導